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,这里是弹车定。 最近很多朋友找我问,说,我买车是买德系车还是买日系车比较好? 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区别。 德系车追求的是更好的驾驶舒适感,更先进的汽车技术以及更强的汽车动力。 相对而言,德系车的故障率更高一些,但是这和德系车的定位没关系。 很多人动不动就说,德系车得天天修,德系车存在自然的风险。 很明显,这些都是车商之间的恶意竞争。 德系车的定位就是,车坏了你可以修,你既然买得起我的车,就肯定也修得起。 这些小问题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驾驶,一些严重的问题呢,也不多。 如果你担心修车的话,就去买日系车,但是我德系车确实比日系各方面更先进一些。 相对的日系车追求的是更低的故障率,更低的受奖。 日系车的定位针对的是低端消费人群,花尽量少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。 所以在配车的时候就会使用一些比较成熟稳定,而且成本较低的技术,既保证了极低故障率,也保证了售价足够低。 但是你想要更舒服的驾驶体验,请移步德系车。 纵上所述,日系车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好,只是针对的消费人群不同,品牌定位比较符合低端人群的需要。 而德系车在各方面都优于日系车的同时,也存在很多小毛病,毕竟两圈其美的事实在太难做。 所以买车的时候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,别人给你的建议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标准。 不要让我来选择的话,我可能更推荐大家去购买德系车,因为我们买车最看重的是安全系数一定要高。 众所周知,日系车的安全性的确不怎么样,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与车相关的信息,请关注弹车地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